哼 现在我已经被扎成了一个马蜂窝 现在我们得赶紧合成 我去 攻击力999999 鸡眼高 朋友们 你们知道鸡眼高的威力吗 我现在距离鸡眼装备只差一步之遥 咱们只要拿到一件鸡眼装备就算通关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有鸡眼工具了 鸡眼装备还会远吗 这小红花可以合成木板 让我忙猜一波 木板这次有好东西 呀 果然 我刚刚好看见一个斧子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 有斧子 有斧子 稿子都可以当工具了 兄弟们 拿这个砍 砍橡木还有白化木 主要是多来点白化木 鸡眼稿有什么好处 我现在就让你们知道 看好了 朋友们 这里边的石头就可以直接被挖下来 并且是精神采集 诶 不对呀 我怎么记得鸡眼工具自带精神采集呢 这不会是挖假的鸡眼稿吧 哦 是真的 是真的 这儿呢 这儿呢 有一半烧了 一半挖了 还挺人性化 还给我们留了一部分 哈肯点木工 这耐久 太离谱了 清晶石块换一点点 这是一个虚无稿 当然我们现在也有鸡眼稿了 所以虚无稿 我觉得咱就没必要拿了嘛 对吧 拿那个也没什么意义了 这个X光的极限稿就更不用拿了 这个叫虚无 可以换一点点吧 我们木板还算是比较多的 好 全换了 现在还有什么呀 西草花等于石头 象日鬼等于普通胸下 然后其他的东西刚才也都看过了 偏破烂啊 我们现在呢 需要的是找到一个房子 或者找到一个箱子来存放一下 漂亮 漂亮 看来我得扔点东西了 铁键扔了 拿木影珍珠赶路兄弟们 木影珍珠是非常好的赶路工具 看一下那边有高山 我来忙猜一波有没有 有没有村庄 诶 有一个房子好像 那我就飞 如果能找到一个房子的话 必定是有箱子的 野外的房子大部分都有箱子 但这房子是否真实存在呀 我已经到这边了 然后房子不见了 看来是假的 再飞 路过的兵局 呃 哎呦喂 往掉峡谷里来 那这是什么 又把我给恶心了是吧 这种生物又是打不了的 我服了 啊 好运 好运 我能上去吗 溜不溜兄弟们 这波操作我是不是有点溜 反胃效果四十多秒 哎呀 我的妈呀 加速一波吧 OK 现在我们就不晕了 可以继续跑 背包里的东西太多了 那个高山上希望能有一个建筑物 这边还是没有建筑物 啊 哎 X光 我可以先收集起来 对吧 那边还有一个空岛 所有空岛里面的东西都一样吗 我感觉应该不是吧 来 我要去那个空岛上看一看 X光 要不要挖一点 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赞收藏视频啊 多来点X光 煤矿咱们要不要多挖点 也可以挖一点点 也可以挖一点点 猪肉就飙了 腐肉也扔掉 也不 Oligate 我的天哪 我感觉我陷入了瓶颈期 这怎么感觉 周围 已经没有可以去的地方了 能不能来个建筑啊 这空岛根本扔不上去 我得随机传送一下了 我觉得 咱们要不随机传送一下 可是随机传送 我又害怕他一会崩了 我找到房子了 兄弟们 让我找到了 房子就在这边 我只要扔一个球过去 就能飞过去了 我再飞 看见那白色的了吗 兄弟们 在我的正右方 这个方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